5.15寸1080P屏 95% NTSC色异 600尼特亮度 搭载骁龙820处理器 提供1600万像素摄像头 支持四轴光学防抖 内置3000mAh容量电池 支持QC3.0快充 提供双卡双带和全网通功能 没错,这就是小米5 更重要的是价格 标准版本降频820加3GB内存 依然1999元 尊享版高频820加4GB内存 加128GB闪存 价格2699元 看到这些,说说你的看法吧 此外,小米还带来了小米4S 配置提升为骁龙808处理器 加3GB内存 加64GB存储 背部搭载指纹识别 售价1699元起 这样的话,预计小米4S将取代小米4C的位置 为小米供险销量 随着MWC2016的进行 许多手机厂商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黑科技 此次OPPO带来了超级闪充技术 可在15分钟内将一部2500mAh的OPPO手机充满电 从视频可以看出 15分钟应该是个最保守的估值 不知道这种技术会不会在即将发布的X-Play5上搭载 在MWC2016上 著名音频芯片厂商ESS 为大家带来了专为手机设计的ES9118 ES9118属于HiFi SOC 集成DAC运放以及输出切换 一颗芯片即可实现以往数颗芯片的功能 ES9118信造比126dB 性能在手机的音频解决方案里面算是顶级的 但更重要的是 它将引领未来的手机HiFi发展方向 MWC2016上 中国厂商猎豹移动 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智能手机 Chex Phone 主要面向欧盟地区市场 该机采用金属机身 正面2.5D虎面玻璃 背面后置指纹识别 搭载联发科MT6753 1.5GHz 8核处理器 加3GB内存 运行Android 6.0系统 当然作为定制手机 内置了猎豹移动主题 壁纸和清理大师 该机售价约合人民币1400元 前几天受台湾地震影响 魅族Pro5 mini量产受到很大冲击 但现在来看 魅族要彻底放弃Pro5 mini了 黄章在魅族论坛表示 Pro5 mini设计本来就不出彩 所以果断砍掉吧 不知道是魅族的央武弹 还是魅族主导的一场产品秀 不管怎么样 Pro6下半年就要来了 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号皮偶评测 新鲜科技资讯 每日奉上